各位觀眾 我不是經常說我小時候住在洗字區 這個是黃大仙夏村 即是七層大廈的洗字區 這張租卡 這張租卡是何時發的呢? 1958年, 洗字規例 黃大仙 這是我媽媽的名字 余蘭芳 我媽媽還健在 我單位是379 以前 她不是用27座 她叫YY座 有A座, B, C 有XX座 因為那時人的英文程度不行 可以的 YY座就說 兩支叉的座 YY好像兩支丫叉 XX就說 叉叉座 後來房署覺得 又是你班人都不懂英文 就麻煩 於是把她改成27座 每次交一次租 她一張回條 連結合一張 一張貼 一張貼 再托後 再貼 如是者 這張貼 一張貼 由1956年 1966年 1966年之後 就不再用這個 就用另一張卡紙 在那張卡紙上登記 收租的時候 房署交租 好像去到 不知30座 我忘記了 我也試過去交租 後來交了兩交 她都很廢 方便市民 找房署那些收租佬 有人負責收錢 有人負責填 一個什麼都不用做 就拿著一條 兩三尺長的木均 三個人去收租 後來三個人去收租 這個是最方便的 有沒有進步到 用電子轉帳 我記得應該沒有的 到我搬車的時候都沒有 我們這個單位 379 我就 申請過很多次 叫她背 調大一點的單位 都調不到 後來 就搬去一些 新的單位 新的 好像啟業村 或者 麗角村那些 有20層的 每個單位都有獨立廚房廁所的 其實 最後幾年 我們可以 突快搬去荔角村 但我媽媽就不願意 因為 搭車搭內 就被迫在379 再住多幾年 我就不需要等到 那棟樓拆開的時候再搬 因為我們這個單位 旁邊是貼著 浴室 即是藍浴室 藍洗澡房 於是 它有一個中段時期 即是中間轉接時期 這是七層大廈 反正 拆又拆不撤 搬又搬不撤 就把浴室 水房 以及公共廁所 就